即便下著雨 依舊不減 支持著熱情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第二場主流民意大聯盟造勢 在苗栗 包括縣長中東景 前縣長徐耀昌 都道場立體 一番話說藍綠都該下架 似乎嚇到中東景 顏面苦笑 旁邊議長李文斌尷尬眼神飄來飄去 郭台銘倒是很振奮 不斷揮著手中小國旗 卻也沒順著講 矛頭依然對準 民進黨 組成主流民意大聯盟 讓民進黨回家的好歡迎 丟動 批中央資源分配不均 說要把苗栗打造成科技新都 和鄉親拉近距離 客語用說的唱的 都得來兩句 永遠 永遠 不讓郭董搶盡風頭 國民黨總參選侯友宜 仍也在中部 到黃昏市場敗票 忽然市場渾上升 賣起豬肉 晚間出席 台中市民眾服務社後援會成立 談到半壁案 自己是高手 民眾心聲都聽見了 但此刻 雷雨狂炸北台灣 新北多處傳 淹水災情 第一個時間 接到EOC的電話 一直要求我們成立淹水中心 所以我們345鎮激淹水 在短短一個多小時 都已經處理完畢 晚間趕回新北坐鎮 就怕悠然對手 有機可乘 TVS新聞里程用張家寶 李明輝 楊佩宇 莊凱玉 台中苗栗 才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